Yay! Kondo-san 從前從前 在一個遙遠的地方 有一位女子非常想要小孩 但是都沒有辦法 她很難過每天都在哭泣 某天有個小仙子出現在她面前 你為什麼哭? 告訴我,或許我可以幫忙 我沒有小孩 我想要有女兒 她可以當我的朋友 好的,不要哭了 我給你這個種子 種在照得到最多陽光的地方 然後每天對它唱歌 等它長大開花 你就會得到驚喜 這個女子照著小仙子的畫 啦啦啦啦 每天都坐在花盆旁邊對它唱歌 啦啦啦啦 有一天,她看到種子發芽了 沒多久 嫩芽變成粉紅色玫瑰花苞 這個女子非常高興 有一天,她在聞玫瑰 親她的時候 玫瑰花瓣突然慢慢打開了 裡面有一個金髮 粉紅臉頰的小女孩 就像拇指一樣小 她很驚訝又開心 她知道為什麼小仙子給它種子了 她立刻把小女孩放到手心上 開始跟它說話 我親愛的女孩 歡迎你的到來 我是媽媽 你的名字叫拇指公主 她立刻用核桃殼幫她做了一個搖籃 紫羅蘭葉子做成床 玫瑰花瓣當毯子 拇指公主很開心跟媽媽一起生活 她們一起唱歌跳舞 媽媽用碗裝水把她的核桃殼放進去 拇指公主可以坐著滑好幾個小時 時光飛逝 拇指公主長大了 但她還是很小一個 一天晚上 拇指公主在床上睡覺的時候 一隻很醜的青蛙從窗户的縫隙跳進來 她盯著睡覺的拇指公主 嗯 她好漂亮 當我的媳婦最適合了 她把拇指公主抱起來 一路抱到花園水塘旁邊 她兒子看到立刻跑了過來 這女孩好漂亮 我要她當我老婆父親 把她放在荷花葉上 直到我們準備好 這樣她才不會跑掉 一大早 拇指公主在荷葉上張開眼睛 發現她在水塘中間 她非常害怕開始哭了起來 所有的魚聽到她的哭聲都游過來 你為什麼在哭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我在這裡 我在我的床上睡覺 張開眼睛 發現我在這裡 我想要回家 找我媽媽 那隻醜青蛙跟她的兒子把你放在這裡的 很明顯你就要結婚了 你不想結婚嗎 不 不要 拜託 拜託 救我 於是所有的魚開始咬荷葉在水裡的筋 當筋斷掉之後 荷葉隨水流飄走 一直飄到水塘的另一邊 但這次 住在樹上的甲蟲 看到拇指公主 哦 很特別的昆蟲長得跟我們不一樣 我要帶牠回家給朋友們看看 她立刻抓住拇指公主 然後帶牠去她在樹上的家 她的朋友們都很驚訝 她看起來像人類 把牠帶走 我們不要牠在我們家 甲蟲以為她惹朋友生氣了 所以帶走拇指公主把牠留在森林裡 拇指公主肚子很餓又口渴 她只能喝花上的露水 因為一直找不到東西吃 變得很虛弱 天氣慢慢開始變冷了 她發抖著 她的衣服是夏天的 她走了好久 想找躲避的地方 終於 她在一個土堆前看到一扇門 她開心地敲了門 一位年長的老鼠女士來開門 我好冷 又好餓 請讓我進去你的屋子 你是哪位 我叫做拇指公主 我會跟你說所有發生的事 但請你先讓我進屋好嗎 我真的好冷啊 進來吧 漂亮的拇指公主 當她進屋後 老鼠女士把拇指公主餵得很飽 她告訴老鼠女士她發生的全部事情 他們住在一起 某天有人敲門 他們有客人了 哦 歡迎你田鼠先生 謝謝 老鼠女士 這位漂亮的女孩是 讓我為你介紹她是拇指公主 我們現在住在一起 很高興見到你 先生 為了欣賞漂亮的拇指公主 田鼠先生現在每天都會去老鼠女士的家 他帶了很多禮物跟食物 要吸引拇指公主的注意 一陣子後 田鼠先生決定要娶拇指公主 拇指公主 我真的很喜歡你 我想跟你結婚組一個家庭 當然了 如果你也願意的話 田鼠先生很謝謝你 你是個紳士 但是目前我還不想結婚 那晚 老鼠女士想跟拇指公主聊這件事 她以為拇指公主會很開心 你不想嫁給田鼠先生 我認為我們先去她家看一看 如果你改變心意 你會看到之後要住的家 你覺得呢 事實上 拇指公主不想嫁給田鼠先生 因為她住在地底下看不到陽光 這不適合她 她是陽光女孩 拇指公主不想傷老鼠女士的心 所以跟著她去田鼠先生家 但是在她們到達前 看到一隻沒有意識的鴿子在路邊 拇指公主跑向她 她想知道發生什麼事 她小心地檢查 發現鴿子翅膀受傷了 她衝回家 拿了急救箱 回到無意識的鴿子身旁 她細心地把傷口包扎好 鴿子張開眼睛試著喝一點水 我永遠不會忘記好心的你 有一天我也會幫你的 那晚 拇指公主跟老鼠女士說 親愛的老鼠女士 我有一些話想要跟你說 首先 我不想嫁給田鼠先生 她屬於地底下 而我 需要地面上的陽光 還有 我很謝謝你為我做的一切 你救了我一命 但是 我很想念我媽媽和我的家 一旦鴿子復原 我會請她帶我回家的 好的 拇指公主 你喜歡就好 只要你開心 任何一個人來請我幫忙 我也會做一樣的事 我也很高興認識你 我也是 老鼠女士 我會很想念你的 幾天之後 鴿子康復了 我好多了 拇指公主 我要離開了 你需要什麼嗎 鴿子 我想請你帶我回家 可以麻煩你嗎 我的榮幸 拇指公主 拇指公主 跟老鼠女士 道別後 爬到鴿子背上 他們 他們飛上空中 為了怕被風吹落 拇指公主 拇指公主 緊緊地抓著鴿子 他們終於到達 拇指公主家了 鴿子小姐 把她放在花園的花上 她再次感謝鴿子 然後鴿子 就飛向天空了 隔了好幾個月 拇指公主 終於回家了 她跑向她媽媽 給她一個大大的擁抱 她媽媽非常開心 天哪 真是美麗的一天 我好開心 我們終於團聚了 歡迎你 我美麗的女兒 我很想你 我也非常想念你媽媽 我會跟你說我發生的一切事情 我們不要再分開了好嗎 經過這些事之後 拇指公主從不離開家太遠 她在花園裡跟花玩 有一天 她發現一朵很特別 閃耀又美麗的花 像太陽一樣 哇 真是朵漂亮的花 我不記得之前 在這裡看過它 拇指公主利用其他花朵 靠近那朵花 就在這時候 閃耀的花花瓣打開了 拇指公主吃驚地看到裡面 有一位帥氣的小男生 就跟她一樣小 哦 你是誰 我是這個花園的仙子 你呢 美麗的女孩 你是誰 我的名字是拇指公主 我媽媽幫我取這個名字 因為我體型小 這是我們的花園 但是我從沒在這兒看過你 花仙子跟拇指公主 從來沒有看過 跟他們一樣尺寸的其他人 因為這個原因 第一眼他們就喜歡對方了 一段時間後 他們一起在花園散步 玩遊戲 相處在一起 某天 拇指公主 我有事要問你 你願意嫁給我嗎 拇指公主非常開心 聽到花仙子求婚 因為 終於有一個願意花時間 跟她在一起 可以跟她一起住在花裡 然後 如果她結婚 可以住得離媽媽很近的那個人 向她求婚 當然願意 我的王子 作為結婚的禮物 花仙子 撒了精靈粉 到拇指公主身上 突然 拇指公主長出翅膀了 花仙子跟拇指公主 從此在媽媽的花園裡 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大家好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Codos 並觀看最受歡迎的童話卡通篇 別忘了點擊鈴鐺 接收更新通知喔